這裡呢就是北門最熱門的景點 金栽角瓦盤鹽田 不只提供了鹽田的富裕 也讓遊客體驗致鹽的過程 現在就讓我來帶大家一起體驗一下致鹽的樂趣喔 走吧 金栽角瓦盤鹽田是近來臺南市北門區熱門的景點之一 歷史相當悠久 而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為了延續曬鹽產業文化的精神 將鹽廠富裕 讓傳統曬鹽的景色留在北門永華村的海岸邊 我們這個鹽就是海水的經過一公泊出來的鹽 就是世界有四種鹽 對這種鹽最好 天然鹽 自然鹽 日來要團成我們台灣剛才流出在這裡 台灣的鹽已經都結束了 流出在這裡 所以我出來團成我們的明清優惠人 可以了解鹽的文化 和殺鹽的過程 和吃鹽怎麼吃 早期的事情 我們可以團給人也這樣做 瓦盤鹽田所曬出來的鹽純白乾淨 透過展示與盜蘭人解說 提升鹽業新價值 白色的三角鹽堆印著信仰的金色目光 更是錦仔角另一個名人的風貌 成大學生主播王樂榮在北京的台北報導 在北京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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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在北京的地上 在北京的標誌 提升給 quarto